CHA -UWU-J-M-E-L-O-Z-A-C-O-Z-T-T-P-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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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壓力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但是對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的工作是在台上的 但是其實也才剛過不久 我是最近才開始不懼怕那個舞台的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我說過 我在台上的时候 其实是会冷汗直流 然后甚至停止呼吸 对 然后但是当下 我觉得羞耻至极 那个已经是压力导致的羞耻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 曾几何时变得这么懦弱 这不是你最深爱的事情 我自己的选择吗 但是 我越这样质问自己 我每次越上台 只会落得一个更紧张 更冷汗 对 之后我选择 干脆不管了吧 对 我先不想让自己空白 然后 我不知道这样的压力处理方式 是不是对的 但是当我不去想它的时候 事情好像多好多坏 也都没有这么的重要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展哥在里面提到了一篇 他出国念书的内容 然后 我觉得当压力来临的时候 没有人是喜欢压力的 你恨不得这下赶快昏倒 然后赶快 赶快过了这一关 然后明天就好了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么简单的 我觉得不如你先让他陪着你一段时间吧 让你习惯了这个高压之后 你总会悟出一套他要教你的事情 对 因为有时候压力来的时候 你只一心的想要急着去撇开这个压力 例如说把事情做得完美 把事情做得顺畅圆满 但是在几年后 但是在几年后 我才真的知道当时三年前交给我的压力 其实是希望我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待你的所有 就是你得到的其实都是珍贵的 那你失去的其实都是你还不该得到的 因为你还没有把自己茁壮成那个样子 所以老天不给你这样子的优 这样子的优待 其实在我没有真正看到蒋哥的时候 我听到蒋哥这两个字是会发抖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非常资深 非常专业的音乐人 经纪人 对我来说呢 看到他总是要准备得好好的 然后打扮得干干净净就跟他一样 他是这么专业的在看待他的工作 很生活 所以对 是怕的 但是直到有一次我真的看到了温暖的蒋哥 就是在他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是巧遇他的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准备要见面 但是他却非常认真的教 当时我才刚发第二张专辑 那样子的一个小女生 她说请你坚信你自己现在的模样 以及你唱歌的态度 所以其实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记着 就是唱歌一定要勇于面对自己和诚实这件事情 因为所有的戏都是会被拆穿的 所以在我心中其实蒋哥的威严仍在 但是我却知道他是一个很善于给人家温暖 并且永远鼓励年轻人的人 讲歌大家都心疼你 大家知道你勇敢 然后没有 也也不 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角度去 去设想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我们都好喜欢你发自内心的笑 我们都接受到你所有的温暖和坚强 所以请好好的照顾自己就好 我们都知道 然后希望你接下来是开心的 拥抱自己的每一天 这是一个用他自己的满身伤痕 丰富的人生经历 教导大家的事情 绝对没有说教 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在 蒋哥身上的故事 从他年轻到现在 从他最小的体悟 到他最大的感慨 所以这是一个跟每个人都一样的书 你的经历也发生在他身上 请大家好好的珍藏这个人 告诉你的所有故事 感谢观看